难怪老郭说侯爷对徒弟是真孝顺 侯震过生日却给徒弟送礼物 这个师父当得太难了 7月25日是侯震48岁生日 徒弟庄子健特意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到师父家为其庆生 没想到临走的时候还有意外惊喜 侯震送了徒弟两条滑子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纷纷调侯震 这到底是谁过生日 估计侯震也没有想到 赶在老郭面前玩手机 台上没收李赫彪身份证的他 如今却栽在了徒弟手里 当然这也不能怪侯震独宠这个徒弟 要知道侯震虽然不经常在舞台上演出 但曾经也收过四个徒弟 侯震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废徒弟 四个徒弟如今只剩下硕果仅存的庄子健 老郭就曾在节目中爆料 侯震有一个徒弟突然不跟侯震联系了 社内都在传对方因为身体不好去世了 侯震得知了还一阵惋惜 看到死而复生这种事 估计全社受伤最大的就是曹赫阳了 侯震意识到徒弟可能不想跟自己有来往后 也就默认地放弃了这位徒弟 除了这个假死顿走的徒弟 侯震还有一个喜欢四处借钱的徒弟 据说欠了德云社所有演员的钱 后来为了躲避债务也没了消息 挽起了消失 好像还有一个是逮谁跟谁借钱 借完钱也不露面了 此外侯震还有一个徒弟名叫高磊 喜欢给侯震送到乡村点心 但因为回老家发展 慢慢地也就断了联系 如今在侯震身边的 也只有庄子健这位一个徒弟了 要是庄子健也来个假死顿走 侯爷就真真的没有徒弟了 也难怪侯爷格外地宠爱庄子健 一有时间地带着庄子健演出 早在13年的时候 就带着徒弟跟孙岳郭麒麟 一起演了一出红花绿叶 为维护徒弟还跟孙岳大打出手 侯震对庄子健格外地宠爱 庄子健也是非常的孝顺 清明节都不忘给师父发节日快乐 不得不说说 相声的脑回路就是不一样 大庄挺可爱 那个去年 去年还是今年 清明节一早给他叔叔发微信 师父清明快乐 估计是怕明年清明节 徒弟在发祝福短信 赶紧堵住徒弟的嘴 其实庄子健不仅长相和侯震相似 演出风格也是完美继承师父侯震 不出手 则以一出手惊人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口气 谢谢大家 他师父叫朱震 怪不得都说 有什么样的师父 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除此之外 庄子健曾经在社交平台 晒出过一段视频 侯震则在下方评论 整个一神经病 没想到庄子健立马晒出侯爷的照片 看着这么喜庆的侯爷 估计侯爷也非常的无奈 自己唯一的徒弟能怎么办呢 虽然庄子健不如其他的演员那么出名 但德云社内也流传过许多庄子健的趣事 特别是在德云传习社时 背的莽撞人 二哥学的也是唯妙唯笑 近几年庄子健也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知 网上也经常地出现庄子健的视频 庄子健不但长相像师傅 不争不抢的性格也像他师傅一样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非常的淡定 但跑错剧场除外 看到如此不靠谱的庄子健 就知道侯爷为什么会收他做徒弟了 一个玩游戏忘记报幕 一个走错剧场 侯震有庄子健这唯一一位徒弟 也算是侯门有后没有断了传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徒弟 相信老郭队庄子健也不会太差 以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你们觉得呢 侯门弟子惹不起 演员不是做的心意吗 你无非就我过脸了 你敢冒失了吗 我死了 好 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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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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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亭外 古道边 啊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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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不让你陪着我唱 哈哈